巴桑心心念念的河湘,今天带着小弟到养父家里帮忙,因为养父家里来了亲戚,养母恰好又不在家中,河湘便过来帮着招呼客人。 与此同时,对河湘心心念念魂牵梦绕的巴桑,正在山脚下的河岸边,一个人过起了孤独落魄的狩猎生活。 自从被三个捉狮子姑娘当面拒绝以后,巴桑一堵心如刀绞,念如死灰,对陈氏也不再有任何留恋,奈何她是家中独子,老父老母需要人善养。 恰在一次狩猎时,无以终偶遇悲惨的河湘,对河湘也是一见钟情,内心也再次燃起爱的熊熊烈火。 之后脱梅人到河湘家里提亲,却迟迟没有河湘的回音,之后巴桑听说有圆房和玉璽前去提亲。 她自己心里也是悔恨万万分,只恨当初第一次去和湘家提亲时没有带上猪头大礼,倒让玉璽在这件事上占了上风。 要不然平身高论长相,玉璽定然是比不了巴桑。 飘逸的长发如果没有家人欣赏留职何用,伤心的巴桑剪掉了引以为傲的长发,想要重新振作和玉璽一决胜负。 这几天,巴桑到山林中狩猎,想要多捉上几头猪几只羊,为自己添加筹码准备嫁妆。 河湘在养父家中静静地煮饭,对于巴桑内心的跌宕起伏悬然不知。 河湘做饭自然是不在话下,平时翠花吃土豆根本无需去皮,河湘却认真处理得格外干净。 他们终归还是不会切土豆丝,即便是用上菜刀和案板,也是喜欢切成较大的土豆块。 看来当地人不习惯这种炊具,土豆切好好,又从屋顶上取下几串肉干,用柴刀切碎准备煮来吃。 大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,刚才还是烈日昭昭,现在已是烟雨蒙蒙,也不知道在户外打猎的巴桑现在,是否有地方避雨。 真是可怜的这个帅气痴情郎,请继续观看。 河湘和小弟,今天在养父家帮忙,巴桑却独自在山脚下黯然身上,人间最苦莫过伤心。 巴桑这个帅气多情郎,一边狩猎一边苦苦思念河湘。 他并不知道河湘就在枝尺之外的山顶之上。 河湘来到养父家,里里外外依然是一把好手,毕竟他曾在这里也已经生活多年,对养父母家的一切都已经十分熟悉。 养父母家的生活条件曾经比河湘家里好上不少。 河湘早年丧父,当他来到养父家之后,并没有受到歧视和虐待。 养父养母对他一直示弱几初,再加上河湘自己也是勤快能甘有眼色,和养父母相处得格外融洽。 因为养母今天去别人家参加葬礼,家中没有人煮饭,米拉便让河湘过来帮忙。 河湘做这种肉干的方式相对来说比较科学,不像催花经常是先放菜再放肉。 那样肉干很难炖烂,河湘是将肉干狠狠煸炒出油脂之后,加入土豆和香葱一起大火炖煮。 随后加入咖喱粉提色增香,最后倒入半锅清水,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当地人就喜欢吃这种带汤的食物,汤汤水水也方便泡饭。 不多时饭菜便已做好,蒸好的米饭产在盘子上,浇上一勺土豆咖喱炖肉汤配上几块肉干。 大家围坐在桌前,畅快淋漓地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 河湘自己也盛了一份饭,配上一个烟辣椒,坐在炉火边吃着。 恰在此时小美来到养父家中串门,原来河湘的养父正是小美的叔叔。 从这一层上,人脉上来讲,他们两人还有一些亲戚的关系。 河湘如果早知道今天小美会来,她自己也就不用专门赶过来帮忙了。 因为小美的做饭水平在当地是数一数一,这也是人尽皆知远近闻名的事情。 请继续观看。 姐姐河湘不在家,拖雷就要派上用场。 十五六岁的拖雷现在早已长成个大小伙子。 米拉一早就把拖雷叫了起来,因为拖雷今天说好了要去帮别人干活。 米拉自己来到鸡窝旁,打开门把鸡放了出来。 拖雷背上筐子一路向雇主家走去。 临近中午时,拖雷便早早地回来了。 在半山腰刚好遇到剪拆的米拉和妹妹。 拖雷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,从筐子里掏出一个编制袋。 打开袋子又从里面取出一串猪肉。 原来今天拖雷帮人宰猪。 最后,除了工钱以外,还能便宜买到一点猪肉。 姐姐和湘和小弟去养父家帮忙。 今天家里只有拖雷和妹妹,还有母亲米拉。 三个人的午饭需要拖雷负责完成。 他们的食物其实比较简单。 拖雷将肥肉瘦肉分开煸炒。 这样瘦肉不会太老,肥肉不会太腻。 也是从姐姐和湘那里学到的一些小技巧。 猪肉一直煸炒出油之后,加入咖喱之类的香料再倒入半锅清水。 大火炖煮。 米拉坐在一旁给儿子打着下手。 看来拖雷曾经对姐姐说过,让她放心出家,自己能够承担起这个家的话,并不是空话。 拖雷也确实能够负担一家人的生活,不单能够挣钱,而且也会煮饭。 看来米拉前些年的苦没有白受。 她的人生真的是苦尽甘来灭火重生。 只是拖雷做饭依然不知道荤醋搭配。 米饭配猪肉没有用到任何蔬菜。 不过她自己倒是颇为满意。 一边吃着一边点头,夸奖自己。 妹妹拿了块猪肉捧在手里,使劲撕扯拒绝。 没有和香的生活,少了些说说笑笑,多了些空虚和无聊。 米拉感觉女儿不在家,盘中的猪肉都变得不那么好吃了。 不知道她是否能够承受和习惯和香出嫁之后的生活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